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才能吸引异性的眼光 外形好 经济基础强的确是加分享 但一个人如果想要让女人喜欢 更重要的其实是另外一些方面 虽然说很多女人都会饭花痴 在看到长得帅的男人时会很想要靠近 可是毕竟外貌不是考验一个人人品的必要条件 另外一方面有的男人觉得女人现在很物质 很现实 只要自己有钱 自然就会吸引女人的注意 其实不然 钱固然重要 因为钱是生活的重要基础和保障 一个女人在和你发展一段关系时 考虑到你的经济基础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而且钱是每个人都喜欢的 爱情的确是美好的 但始终有一天它会从虚无甜蜜的云上 落到柴米油盐的婚姻中 所以经济基础更大程度地决定了婚姻生活的质量 实际上 那些真正找女人喜欢的男人 未必长得多帅 或者兜里很有钱 他们往往从自身散发出一种女人无法抵挡的魅力 那种魅力让外貌和金钱瞬间暗淡无光 所以 想要吸引女人的注意力 就不要只在意那些表面的东西 一定要知道 女人其实更喜欢的是你身上这两个方面的闪光点 一 成熟稳重 有见识 散发着人生阅历的魅力 成熟稳重 有见识 想必是很多女人最喜欢的男人 一个做事成熟 面对风吹雨打 依然可以冷静理智应对的男人 在女人眼里 他会觉得自己瞬间变成了一个娇弱的小女人 看过一档综艺节目 有人问含雪对理想对想的要求 他说 我喜欢看过世界的男人 不喜欢还对世界蠢蠢欲动的男人 你只有看过世界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才知道珍惜眼前你所拥有的 这样的男人经历过很多事 见识过很多人 他在生活中摸爬滚打 有自己处事的一套方法 成熟稳重 其实并不单指年龄很大的男人 更多的是指一个男人的心理年龄 有的男人或许长了一张成熟的脸 但内心却很幼稚 像个孩子 而有的男人虽然年纪不大 或者和我们同龄 但是他为人处事却很成熟 不会冲动 不会莽撞 电视剧《窝居》中的宋思明 因其做事沉稳成熟 吸引了孩子 虽然两个人在局中饰演的角色被人唾骂 但不可否认的是 宋思明一确比小辈更有魅力 他不居不徐的风格 举手投足间的细心 成为看这部剧女人的梦中情人 一个男人见过的世面越多 对世界的感知越深刻 对自己的认知越清醒 明白了几之所欲 几所不欲 也就懂得了接纳 懂得了包容 懂得了拒绝 懂得了取舍 更懂得如何去爱 二 上进心地善良 散发着值得托付终身的魅力 善良其实还可以说成是同理性 它是一种共情能力 这样的男人懂得换为思考 会根据当下的情景 去感受对方的感受 也就是常说的善解人意 试问哪个女人能拒绝这样的男人呢 陆瑶的小说《平凡的世界》中 孙少安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是孙家的长子 也是一个严于律己 宽于待人的新农民 他通过自己的努力 做起了专场 并没有因为自己赚了钱 就唯利是图 而是用自己的能力 帮助村里的其他人 带领着全村人 走上了致富的道路 在孙少安的身上 我们看到了人穷不可以制端 人富不可以忘本的精神 他靠着不断拼搏进去 善良的品质 让田日夜和秀莲都爱得很深 一个人品很好的男人 他会主动为爱的女神 付出全部的爱与真心 爱着她 守护着她 三 情绪稳定 性格温和 散发着与人为善的魅力 女神在选择一个人生伴侣的时候 最怕的就是遇到一个脾气差的男神 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中 安家和是个看上去谦谦君子的人 但其实却是一个脾气乖张 暴力的伪君子 梅香男刚认识她时 被她的成熟稳重吸引 所以很快就进入了婚姻 没想到 她和男性邻居 和男性同学很正常的一个沟通 在安家和看来 都是对她不忠的行为 于是她不管已经怀孕的妻子 对其拳打脚踢 对妻子的身心 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但丁说 容易发怒 是品格上最为显著的弱点 一个女神如果选择了这样的男神 那么就是把她的人生 送进了魔窟绝境 有了那种阴影后 他们很可能都不会再有爱的勇气 反之 性情温和善良的男神 他们懂得看清事情的本质 不会随意发脾气 这样的男神 才是真正值得女神 托付终身的男神 有本书中说 爱情一是人品 二是感情 三是缘分 的确如此 想要求的一段缘分 遇到一个喜欢的女神 首先就要让自己的人品过关 有一个好的人品 才会让你的头顶闪闪发光 一个聪明的男神 不会只局限于 在自己的外形上下功夫 他还会用努力进取的心 去为自己 拥得一个更好的未来 会站在对方的角度 去考虑问题 读懂别人的内心 这才是女人眼中 最有魅力的男人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 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